今夏漁船事件發生至今28天 今天終於是聽到管碧林道歉了 我們來聽聽 這一次無論有沒有過失 無論海巡有沒有過失 因為我們沒有蒐正的引帶 讓整個事件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無法迅速的招公信 讓家屬在煎熬之中度過這麼久的時間 至今事情未得到解決 我今天也在這裡再度表達歉意 我們對社會對家屬就這件事情的部分 確實應該要同家的檢討 很多人聽完之後 覺得沒有感覺到道歉的誠意 因為隔了28天這樣的道歉 好像也是一種 沒有講在點上面的一個道歉 不論有沒有責任什麼什麼的 我們都是對家屬什麼的道歉 反正就是這28天來 很多人已經覺得說 已經對管碧林的一個冷血 或者是說對於管碧林的處理方式 是大有疑慮了 那還有人講說 他會選在這個時間點出來道歉 是因為現在大家注意力不在今夏 比較多在這個虐童案 或者是在這個蘇丹宏上面 這風頭過了 才選擇這個時間點出來道歉 那現在管碧林的講法是說 希望人道優先能夠解決問題 有共識 那過去15次協商當中 比較高度共識的部分 還有遺體的領回 期待能夠最快的做一些人道的撫慰 那海巡署有在努力 也期盼能夠找到解決的方法 跟他第一時間出來講的話 我都還記得很清楚 就是說哪些人是在什麼 好像替中國大陸講話 還在那邊激化這個對立 好像你如果第一時間 願意出來講說人道優先的話 今天都不至於會把兩岸搞得這麼的僵 那再來我們看看 國台辦怎麼回應呢 說端正態度才能夠重啟協商 因為他感受到的 大陸人民感受到的是 民進黨的無情無義跟無禮 所以你在這個28天後 都一個月了 你現在才出來說人道說歉意 那你這樣已經感受不到你的歉意了 那我們看看 邱泰山說現在要改踩民間模式 他說是選項 那為什麼不第一時間 就讓兩岸紅十字會處理 你偏偏要這個海巡署海委會要出來 來介入這件事情 過去的慣例都是兩岸的 這個紅十字會來做 那今天還有聯合報看到一個獨家消息 說那個擲筊 因為我們通常就是要擲筊招魂 那結果在擲筊的時候 發現到說好像 就是亡靈是想要回家的 那目前為止 其實這個對方 這個中國大陸方面也都是靜悄悄 沒有接到任何的電話或消息 來我們這一邊 所以我方的內部人員也認為 金門只是一個地區紅十字會 有鑑於此事已經拉高層級到兩岸 應該是由台北紅十字會跟北京紅十字會來對接 恐怕才能夠善了 那再來現在兩岸的默契是不是已經沒有了呢 廈門的祥安機場2026就要營運了 那今夏的海空域 重疊度其實蠻高的 如果新機場建成之後 未來這個海空域重疊度會更大 然後會產生可能會更多兩岸之間的爭議 到時候這個機場也只有距離金門1.5公里 金門人如果循著小三通道 廈門出國將會更方便 比起到這個桃園機場或這個松山機場 可能會更方便 預料會產生一些磁吸的效果 那像廈門正在填海來建這個祥安機場 完工之後大概就跟金門越拉越近了 因為填海的這個範圍就會往外再擴增一些 那金門的上億機場 他們跟這個祥安機場空中的距離 大概是10公里以內 擔心未來大型的客機降落了廈門 在金門空域恐怕就要降低高度 會衝擊到一些航線航權以及飛鞍 那國人最關心的主權 可能的灰色地帶的衝突 也有可能會發生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兩岸的海空界的一些默契 已經逐步在失效了 由於這個漁船的事件漁波未了 過去台灣能夠控制的水域 是否會像空域一樣開始面臨到 中國大陸的官方和民間船隻 進出的一些狀況 台灣又該如何面對這個新常態 恐怕這個民進黨需要出來講清楚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的應處 這個未來的這個新常態 那海巡到底會不會驅離呢 中國大陸的清漁船 進入到這個近限制海域 邱國鎮說由海巡來執法 那應處的第一集有詢問驅離的程序 海巡署就是海上的執法單位 可是昨天光是討論到這個 劉武殿航道的時候 中央上午跟下午的講法就不太一樣 上午的時候是講說 的確是有這個劉武殿航道正在進行相關的清漁 所以他們也是適用2015年的公告 結果下午的時候海巡署就澄清 就說沒有這個蛙泥船適用這個兩岸條例 不適用2015年的這個公告 所以就變來變去 到底是怎麼樣呢 那海巡船到底要不要驅離呢 你自己是不是心裡面都還沒有一個答案 或是還沒有一個確定的方向 你到底應該要怎麼樣應對這個劉武殿航道的 現在目前正在清漁的動作 那亮哥的講法 他說他們來的船金廣號 就是餘萬噸的這個金廣號 光是今年1月21號已經進來過廈門 能一手抓400噸量的泥 船超重超過萬噸 你要怎麼驅離呢 一直沒有啟用的劉武殿航道是給面子 那現在他們要開始動工了 管碧琳還說要依法驅離 恐怕是根本沒有進入到狀況 那我們看看 前幾天不是大家在講說 苗栗都已經到距離六海里的這個地方了嗎 那這個事情 這個管碧琳要怎麼處理 他說因為海巡不是風浪大的問題沒有去嗎 他說海巡日常都會遇到 當天有吊大船然後進來處理 不過大船到的時候對方已經離開了 這個講法很像是那一天 就是我們的觀光船被上船檢查的時候 登船檢查的時候 後來海巡去的時候也是都離開了 所以都是用一種風浪太大不得去 或是去的時候離開來對我們台灣人這樣子的一個說法嗎 我們先來問一下董哥 董哥怎麼看這個28天後的道歉算道歉嗎 我覺得因為現在內閣正在 正在找下一任的閣言 那其實就是一個政府看守內閣的時候 那當然有些閣言會被留任 有些不會被留任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人 他其實在保官位 管碧琳我認為他是在保官位 因為現在都在點名說哪些人不適任 昨天更有媒體寫出來有四個人是不適任 可是你在賴清德來講 我上任我要用哪些人 當然我有我的盤算 我可能要有一些人我要討好一家蔡英文 因為我選票很少 那有些人過去本來就是在攻擊我的 本來就是死對頭的 我就不用 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大家要看到賴清德要怎麼去周楚除傷害 民進黨不只傷害 現在每一個事件真的就是 民進黨就是在擺爛 就是在領高薪擺爛 要不然就甩鍋 他就這樣 管碧琳現在講這個 老實講讓人家覺得非常沒有誠意 因為第一個時間 然後他配合陸委會 配合地檢署 金門地檢署 他們就在那邊擺爛 這擺爛用四個字可以形容叫以偷代變 以偷代變偷到對方沒辦法回去了 然後就好像媒體不討論就沒事了 他現在的態度就這樣 那你今天認為沒事 他的船 遺船 金艦或什麼樣 海型艦就慢慢的過來了 你拿他沒有辦法 海型署說那個劉武店 那個 清遺船不算 好 那他清遺船來 你沒有把他趕走 你海型署長要不要下台 周美武你要不要下台 你連一個 對不對 清遺船你都趕不走 那你當什麼署長 你跟國人心事淡淡 我告訴你 他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在 那時候美國的議長來的時候 我們台海就沒有中線 台灣海峽沒有中線 現在因為這個事件 驚嚇海疫 死了兩個人移民的時候 現在變成驚嚇就沒有中線 沒有中線他所有船都會進來 你不敢動 簡單講 所以即使他到了我們苗栗 到苗栗外海溜海裡 我們也不敢動 我們過去 政府怎麼講 國防部怎麼講 24海裡我們就準備要第一級了 就算侵入我們的海域 現在溜海裡了 你拿他怎麼樣 現在完全 所有東西都被放空 都被人家進來了 那今天可以看到 民進黨政府現在是訴所無策 其實有辦法可以幫他解決的人 他就把他排除 因為到時候會顯得我很犯同 你們金門一個立委就可以講成了 沒有錯 馬祖一個立委陳寫生就可以講成了 沒有錯 你知道劉武店航道是什麼時候 同意了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說客輪後輪走這裡 就不必 那個 現在他已經不管你了 他什麼船都要走 你就拿他沒有辦法 所以可以看到了 今天這個政府是無人 然後束手無策 因為他內心還在期待說 美國人最好來干預 美國人怎麼去干預 這兩條人命 我們在討論 一年十個月的小藍童 凱凱他是一條生命 這個移民是兩條生命 生命沒有分大小 只是小藍童我們覺得更不捨 因為他才要開始他的生命成長 那這兩個移民 他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他被分死了回不去 然後我們還找一堆理由 連遺體都不能花環 因為我們要作為政績 那請問那兩個侯人 你怎麼會放回去 侯人的政績能量更大 侯的都可以回去 死了不能回去 你告訴我 這是什麼施法 都是你們嘴巴在講 所以嘴巴講都在搞政治 嘴巴講人道 其實心裡很冷血 這就是我們證如 好 有評鑑 其實我覺得管碧玲 拖了28天才今天 其實他會變稱說 他以前有道過歉 因為他今天講的 他不是叫做再次道歉嗎 只是說他的道歉 就給人家很沒誠意 尤其是 他上次什麼時候道歉都沒有印象 他就說他們對家屬有志意 真的我們沒印象 我們也記不得 但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你想想看 管碧玲做過什麼事情 他曾經為了那個 委員會專案報告的標題 就可以跟高基素媒 這樣子來來回回的 表示他一點都沒有覺得說 我們有可能真的是執法過失 就是說你今天不認為 咬定絕對是執法過失 可是你不能排除 有百分之至少50的可能性 我們是執法過當 對不對 可是他一心一意就要咬定說 我們的海巡人員沒錯 錯的是你這個三無漁船 你的企圖不明等等的 當他這個心態表露的時候 他今天就算 細生細氣的道歉 人家會接受嗎 何況你已經過了28天 所以這種遲來的 沒有誠意的道歉 其實對事情是於事無補的 我覺得這個事情當然到今天 台灣可以推脫的理由是說 我們司法還沒有結案 司法他還沒有結案的原因 可能是他必須遭公信 所以他得送鑑定單位 送鑑定單位確實需要有個時間 當然另外一方面 剛才董哥也提到了 也不排除司法人員是配合民進黨政府 以託代變 可是你以託代變到今天 你的後果民進黨政府能受得了嗎 因為這事情發展到今天 看起來民進黨政府跟管碧琳 拿到了面子 一直說我們沒錯 我們沒錯 然後這個遺體也不發回 然後撫恤金也沒有付 什麼都我們沒有錯 可是中國大陸北京拿到了李子 對不對 他已經等於進制線 對我們的原來台灣認定的領海 都如入無人之境 你今天的這個 劉武殿航道的這個去泥船 你也不敢取締 幾天前的到逼近的 六海裡的漁船 你也海巡也不敢動 那北京方面反正拿到了李子 那這個民進黨現在有了面子 那這事情是不是又更拖下去無解了呢 2月14號都還在過年期間 發生了這一起案子 而今天已經是3月13號 這樣的一個海巡署 的直署長官海委會的主委 管碧琳 這不用下台嗎 不算失職嗎 你這個處理方式拖一個月合理嗎 我們來問一下幾聲歌 2月14號情人節所發生的這一起 這個衝撞的這個事件 然後一直到明天就剛好滿月了 在滿月之前聽到了 管碧琳的這個道歉的一個說法 其實真的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 也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台灣社會在輿論 在多數的公眾的論壇 媒體都希望這個事情 採取這樣的一個 以人道為優先的一種處理的模式 可是在我們的官方政府 剛剛所說的這個失能的政府 造成了今天失控的社會 以至於今天的這個結果 其實也可以總結一句話 就是海巡署的處理態度 就是讓子彈飛一下 飛到了一個月的今天 他終於知道了高手在民間 也就是原來處理這個案子的 這個真正的方案是民間提出來的 而政府剛開始就是左之右處 可能也像董哥所說的 他心裡面有一些政治上頭的盤算跟考量 才造成了他的處理上頭的 這個亂無髒法 那麼今天的這個 為什麼是失能的政府 其實當然很重要的原因是 政府歷次都有所謂的看守內閣 這一次的看守內閣 是最擺爛的一個看守內閣 從上智院長到這個閣員 你好比說其實這是一個 很好表現的機會 張善政不就是在看守期間 造成他的這個 這個民間的這個聲亡 高達九成以上 這是非常罕見 這是一個很好表現的機會 我們期待 真的不要讓我們今天台灣社會 繼續的失控下去 對 感覺不只內閣在看守 這個總統也都在看守 都不知道總統去哪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馬回來